8月18日为庆祝香港知名电台20周年年庆 任贤奇 荣祖儿 杨千画 古剧姬 梁爱文 西安琪等一众明星纷纷登台现唱 当天每位歌手都演唱了自己的拿手曲目 颇有一较高效的感觉 颇一较高效的感觉 没有你 像你海水的雨 快让我下去 不能在一起 永远又去 与你喜团样 我明明显的伤 如果我要藏起我 你又连着我 就会追过风中雨昂 我无信 脚发抗你脚印象 你和人 因为女性有声 脱一声 又一场 一场进来的猫眼 都会对你残忧 当日最亮眼的莫过于荣祖儿 一身身微低胸糖果色连衣裙 就连荣祖儿自己也将其称之为危险度极高的服装 对于当天的造型 荣祖儿表示因为生日 所以特意精心打扮 希望可以给别人带来开心的感觉 我觉得生日应该是要开心 就是见到已经觉得是有种喜气洋洋的感觉 所以今天就选了一条比较有危险性的裙子 所以在穿之前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安全操事 去年年底结婚的杨千画 在婚姻余热未过的情况下 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 而近日杨千画一直在内地拍戏 乌侠顾及老公 并问及是否影响二人之间的感情时 杨千画表示老公与自己各忙其职 老公也很支持自己 完全不会影响他感情 我先生是非常支持我 他因为丁先生本来自己都很忙 你可以看到一些娱乐新闻当中 他都有不同的活动 他主持的活动 所以我相信就是大家的相处方法 就是这样子在生活的理念上 是有一种互动的感觉 然后他也是 他也会给我一些surprise 就好像前几天在我们结婚 周年的那个纪念日 他都有过来北京 可能陪了我吃一顿饭以后 他都需要回去香港工作 所以我觉得那种都是一种 都是一种相处的小浪漫吧 我已经看到了 我现在哪里是一种相处的 我现在是一个不思考的 我现在也是这么紧的 我现在是那么紧的 一些主要的 那种相处的